慧律法師佛寫講座 修行副造的人 你要一定要記住無真 還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盡量地寬恕眾生 忍入 這個忍入 一定要通達空性跟無相 否則忍不下來 不管你的早課晚課做得有多好 沒有配合心性叫做相 早課晚課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歷練你 可以磨練你自己 督促你自己不要懶惰 所以師佛重複地講 定功課很重要 因為我們不是佛 要督促自己 勉勵自己 就是 理論上 是大家都是佛 好了 好吃懶做 不做照課也不做晚課 不參加誦經 什麼通通不要 而就說我是佛我見信 你那麼簡單 所以 禮物 事修 如鳥子雙翼 不可廢 禮物就是無聲的道理 你一定要好好的體悟 原生就是一切法無聲 事修你就是一定要定功課 神學你就是要參加早晚二課 參加誦經 參加一切的法會 神團的誦見 包括你過的一切 都是必須依照團體的生活的歸業 按部就班來 黑οι 這句再唸一遍啊 林老師這一段寫的真是好 浪美奧格不能離口得了 只有脚踏实地的去修心养性 才能使自己的人格进化升华 脚踏实地的去修心养性 意思就是修心是真功夫 它不是表演的 不是说一说就算了 你一定要抵得过那个烦恼的魔 执着的魔 我执我见的魔 你才有办法拼过这个生死 你现在是受不了主 你灵命中怎么办 所以你现在千百般的计较 千百般的不愉快 灵命中只有后悔一路 只有后悔一条路 就算你全世界你都赢 你还是输 不能解脱吗 我现在肯退让 肯吃亏 带人忏恒 看起来通通输 可是就是赢 烦恼少 执着少 不起颠倒见 就是赢 输赢怎么判断呢 赢了我赢 输了全世界 资格吗 输了我赢了全世界 你要哪一个呢 听得懂吗 赢了我见就是什么我统统要赢 输掉什么 输掉全世界啊 没有人要跟你做朋友啊 我执我见 贪生之气不断啊 输了我见 我统统放下 赢了全世界 以下啊 释迦牟尼也不能像变戏法式的点诗成君 他主张人要怎么收获 就先要怎么摘 他不能使一棵莲雾树 长出苹果来 这不是因嘛 因果互不相同的嘛 就是啊 莲雾的树怎么长出苹果呢 此因非彼果啊 你若想收获苹果 就一定要先拨下苹果的种子 释迦牟尼只不过是告诉你如何栽培 以便来日有丰硕的收获 但栽培的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动手 梁启超先生在学问的趣味一文中 不是也做过这样的比喻吗 他说 冬天晒太阳的滋味舒服透了 冬天很冷啊 晒晒太阳真舒服 但是太阳虽好 总要诸金亲自去晒 诶 用讲的没有用啊 你要亲自出来晒太阳 对啊 旁边却替你晒不来 诶 总不能说 你现在很冷吗 很冷吗 你在这里 我出去替你晒一下 替你晒一下 有用吗 我在外面晒很暖和 你在里面还是很冷啊 诸位 修行不能替代 你懂吗 修行不能替代 修行不能替代 就算师父给你加壳也是给你一个真上眼 还是真上眼啊 重要的还是诸位自己啊 对啊 太阳虽好 总要诸金亲自去晒 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 谈经三百余会 三百余会就三百余次啊 无非是为我们指出一条成佛之道 自己创造最彻底圆满的智慧与人格 那个圆满是很不容易的 有的人有智慧 人格有缺陷 有的人人格很好 却没有智慧 要达到两样去主 只有佛 但这一条路却是要自己凭着毅力 为什么要凭着毅力 人生从出生到死 统统在奋斗 统统在逆境里面 统统在烦恼里面啊 打转啊 你不靠着毅力 你怎么去突破它呀 毅力就是决心啊 就是意志 坚定的意志啊 智慧 恒心去走完它 啊 要自己凭着毅力智慧恒心去走完它的 所以佛说 工作需你们自己去做 因为我只教你们该走的路 你看 修行生死不能替代 就是这个道理 成佛没有接近 修行是点滴功夫 哎呀 这个双红线 虽然只有几个字 太太重要了 不是太太重要了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后面那句尤其重要 修行是点滴功夫 这个一点一滴的磨念 所以诸位啊 记得要感恩逆境 感恩跟你作对的人 告诉诸位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 持你反对的态度 我告诉你 你一生一世 你只有放纵自己 你不可能修正自己的 啊 就像一根钢钉啊 拖出来 很利啊 拖出来 是吧 就是我指我剑啊 拖出来 会伤人啊 我们的我指我剑 就像一只钢钉啊 拖出来 你就碰到逆境 年纪越大 啪 打一次 逆境 啪 打一次 为什么 有人反对你啊 有人攻击你啊 有人伤害你啊 有人诽谤你啊 有人批评你啊 这是好事 说清楚一点点 啪 再打 再说清楚一点点 十岁磨念 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了 你看我会立法师现在有钢钉吗 没有啦 早就没有啦 那只钉子不想的 跑到哪去啦 我哪敢跟诸位作对的 都是不是啊 不想活啦 是不是啊 要开玩笑 我现在那个钉了 通逃的位啊 尊重每一个人 我常常每次告诉自己 哎呀 这个人这么愚痴啊 等待一年 慢慢教化他 做一个红华的法师 我们有开悟 我们有见性 但是众生他没有啊 使之自己的观念 但是我们要宽恕他 我们要原谅他 对不对 想想想想想我过去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跟他也是差不多啦 我也是年轻过来的 狂妄过来的 嚣张 自大 自负 这个我都犯过的毛病 现在我看到这个人 狂妄 自负 嚣张 我就 是我二十年前的投影 我二十年前的影子 就是他这样子的 拔复 对不对 你看我现在不一样啊 不管是101啊 是店面啊 是法师啊 师父都对他们很慈悲 这一定的道理啊 心性自己了解了 我可以包容 我常常讲 我认识我的徒弟 我了解我的徒弟 可惜徒弟不一定 并不一定了解我 这没有关系 也说他们有持自己的意见看法 乃至于批评 这个我都可以了解的 因为我以前也批评过人 现在给一点批评也不错 只是萧萧我的傲慢 所以徒弟还是善知识 有些说 成佛没有捷径啊 修行是变低功夫 哎呀 林老师这个写的真是好 不经一番寒厕谷啊 淹得梅花扑鼻香 没有经过这个冬天啊 寒人啊 哎呀 寒人 这个厕谷啊 没有办法得到这个 哎呀 梅花 哎呀 开花 哇 很香 是不是啊 以前我也去参观过 哇 冬天梅花 哇 满山都是 整个山下都在卖梅子啊 真的很好 很漂亮 所以说呀 不经一番的历练修行 吃过骨头 你哪里有办法见性而闻到佛的心性的香呢 是不是啊 要下真功夫啊 第二 佛是真平等者 我说佛是真平等者 并不是信口胡说的 我们先就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来观察 谁都知道释迦摩尼佛师代的印度 社会分成波罗门 波罗门就是祭司啦 负责祭司的仪式啦 贵族就像释迦摩尼佛啦 平民就是士农工商啦 奴隶就是下建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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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印度当时候的 划分得很清楚的四大阶级 而贵为太子的释迦摩尼 眼见社会阶级的不合理 依然竖起平等的旗帜 主张废除阶级对立 畅言众生平等 同学们好好地想一想 历史上所有的革命 都是卑贱低下的阶级 要求提高 和显贵高尚的阶级平等 世界上绝对没有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自己愿意贬低他的太子身份 等平民努力平等的 太了不起啦 主要 你看过印度吗 去印度看过 我明年就有预计要去印度 逃圣啊 跟麦老师讲过啦 我身体如果健康的话 因为到其他国家都没什么意义咯 还有浮掉的身体就是中国大陆的四大名山咯 这个很有意义咯 那在看师父的身体健康啊 当然理事啊 不要太周车劳顿啊 是不是啊 朝圣啊 就很有意义咯 你去印度看看 你看那个discovery 现在还有哦 神在 他那个奴隶啊 下见总啊 他出去啊 要拿一个棋子哦 拿一个棋子哦 还要出生哦 还要出生啊 我 我是奴隶啊 我是下见总啊 哪一只棋子 我告诉你哦 他的影子哦 他的影子只要被人家踏到 他的影子不要被人家 只要被人家踏到 他就残了 他就会被人家揍 要不然就被人家轻视 信一顿 你想想看哦 那个下见的奴隶哦 太阳光一照射 投影出来的影子 人家都要聚他一千里之外哦 连靠近他的影子 人家都不要哦 多么不平等的一个世间啊 现在还是哦 印度现在还是哦 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就主张人类平等了 佛陀有多伟大 信佛教是非常光荣的 啊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宗教啊 释迦牟尼佛你看 太子的身份化作平民奴隶 一地平等 平等性啊 因为他这么大功无师 坦荡成正的作风 所以我才说他是真平等者 同时佛教又主张无缘大慈跟同体大悲 无缘就是没有任何条件 这大慈 慈就是娱乐 同体大悲 我们同一个心性 体就是心性啊 我们心性就是平等 所以应当救大家 同体大悲就是我今天救你 就是理所当然的 拔众生的苦叫做悲 与众生的乐叫做慈 无缘大慈就是没有条件的 对你啊 给你快乐 没有条件的救你 因为我们的本体是相同 又把平等的意义推上更进一步的境地 我想 无缘大慈以同体大悲的意思 一定还有些同学不太清楚 在而我应该简单的叙述一下 一无缘大慈 佛教主张 不但对自己有关系的人要慈爱 像自己的父母 亲戚 朋友等等 同时对没有亲戚关系 或者是没有朋友关系的人 也要慈爱 因为万法平等嘛 像跟我从不交往 或素不相识的人 也一样的关怀爱护 但是我告诉你哦 这个要看清闲 世间的人 认你的关怀他 我告诉你 他会利用你的慈悲 敲诈你 欺骗你 你碰到一个坏人 他会利用你的慈悲心 来残害你 骗你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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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又发明了一句真理 你知道吗 提悟了五十三年 提悟了一句真理 你一定要背起来 这一句是我吃亏受了多少欺骗 因为我都很容易相信人家 我提悟了这句真理 你要背起来 保护自己很重要 千万不要伤害众生 慢慢体会 你越来越体会 如果手处有多少点 你还要注意 头处痕 越多点的你就要注意 真的 讲话越好听的 你就是要特别注意 他动不动就告诉你是受菩萨界的 你就要特别注意 真的 我不是说你们通通不好 而是告诉你啊 利用佛门的慈悲 关怀 爱护的人 去做伤害佛教的太多了 一天到晚在佛门里面搞钱 真的 好 让你知道了吧 机会就出来了吧 要有违基意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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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及到全人类的老人 意思就是不只照顾我们认识的老人 就是双亲啊 父母亲啊 爷爷奶奶啊 更要推提全人类的老年人 对对真正好 佑妇倆 又就是将动词用照顾 照顾我们年幼的儿童 哪怕说是你自己的这个儿女 要照顾 更要照顾全人类的儿童 这个儒家呀 也是不简单 以及礼义道童篇说 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所以把饼拿起来 不读就是不只是 亲就是照顾 就是孝敬自己的亲人 不能只有照顾孝敬自己的亲人 要固执到前人类 不读也不能只有呵护自己的 照顾自己的儿女 而不管别人的死活 不读子其子的意思 所以啊 儒家也是不得了的 同体大悲 就是一种人之几基 人力几利的精神 把宇宙皆一切众生 看成忍我 一起 修去一共 骨肉相连 儒家所说的 海内存自己 天涯若比林 四海之内 存自己 就像兄弟一样 自己就是 就像兄弟一样的自己 互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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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之内都存着自己 天涯若比林就像隔壁一样 天涯若比林 今天就更快了 天涯就整个世界啊 就像在隔壁 就像今天 飞机一飞 到了 最远的 美国 12个钟头 南非18个钟头 英国17个钟头 通通到 电话一达 就通 英雷一传 就到 八十一传 就到了 上亡下宅 没有任何的距离 现在全世界 统统在 就是你的灵机 又说 民报物语 人民爱物 人就仁慈 要对待这个人民啊 仁慈 要呵护一片 这个同类的 任何表现 同体大悲的胸襟 而地上王菩萨 火不露地 谁露地 这悲怨身心 更是同体大悲的极致 在而 我要加以说明的 也就是 最能表现 佛教的真平等的精神者 是佛教把平等的观念 不极限于万物之灵的人 佛教反对 除人类以外的一切动物 都是被创造来给人 饱享口福的论教 一切动物临时的悲鸣哀嚎 正是惨不忍睹 痛不忍闻 痛就是哀伤过度 不忍心听到他哀嚎叫的声音 连孟子都要感慨地说 闻其身不忍食其肉 佛教 佛教更进一步的肯定 这些被我们置于 自己认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所烂捕乱杀的动物 无不具有佛性 鱼就是自己啊 赞叹自己啊 我们都自己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啊 这有灵性的啊 一种来日可以禅佛的潜能 这些动物都具有佛性 都有来日禅佛的潜能 纵使人与其他动物之间 在形体上 智慧上有所不同 但在求生死的权利上 在佛性上 确实平等的 各位 在形体上 智慧上有所不同 是因为什么 是个字 夜感言起 这夜力感应 变成一只猪 没什么智慧 夜力感应变成一个人 又邪佛很有智慧 夜力感应变成一只昆虫 对不对 夜力能感应 你的果报啊 就是夜感缘起啊 你造了出生的因 你的缘起就出生的生 你造了天上的因 你的夜力感应天上的果 在形体上 智慧上有所不同 但在求生死的权利上 在佛性上 却是平等的 就像一个穷凶 极恶 或者是疑存无知的人 他也具有人性一样 我们要以人道来对待他 用人道来教育他 感化他 古人说 天有好生之德 又说 万物与我并生 都是一种 是万物为一体的平等思想 只不过是 没有佛教说的如此透彻巴了 第三 佛不是生而知之者 意思就是 释迦摩尼佛博士一出生 他就是佛 要靠 渐渐的修行来的呀 渐渐悟道来的呀 释迦摩尼是一个 平平凡凡的人 他姓乔达摩 名叫做 史达德 西安前六世纪 升于北印度 也就是今天 比邻尼尼波尔 南方的国境 距离卡的满都 就是加的满都啦 也两百公里 尼波尔的这个首都嘛 一处叫做 伦明里的地方 他在二十九岁那一年 舍弃的即将 可以继承的王位 出家邪道 寻求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 六年后 也就是三十五岁 这有两种讲法 有的人讲 有的人写 释迦摩尼佛 十九岁出家 三十一岁成道 经过十二年 六年学习外道 六年苦恨 自己承 自己承道 六年前 跟外道学习 没有一无所成 后来自己在菩提世界 证悟 所以前面六年 参外道 后面六年 自修 他们认为外道 吃了那么多苦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一种讲法 四尊十九岁出家 三十一岁成道 经过了十二年 第二种讲法 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五岁成道 释迦摩尼在 宁年长河旁的菩提树下 正得了正觉 正确而透彻地 居悟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 从此人们 才称为释迦摩尼为佛陀 简称佛 或者简称觉 就是觉悟的意思 意思就是真理的觉悟者 你越研究佛法 就会发现 释迦摩尼佛真是太伟大了 天上天下无如佛 我简介佛陀修行的经过 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 释迦摩尼佛 和我们一样都是平凡的人 他能够借修行而悟道 所以千千万万的人类 也都可以群起仿效 依照他所垂世的教法 修行而正果 释迦摩尼 他只是人类无数的先知先觉之一 不过他的先知先觉 是究竟的先知先觉 童子也是先知先觉 孟子也是先知先觉 老子也是先知先觉 这些诸子百家 对不对 可以说都是先知先觉 穆罕默德也是先知先觉 耶稣基督也是先知先觉 但是有没有究竟 有没有误的究竟 只有佛 只有佛误到究竟 而我们是后知后觉者 释迦摩尼佛 他只是人类无数的先知先觉者之一 而我们是后知后觉者 所以我们的不同 不是在人格上 意味上的不同 他只是在一个觉悟和不觉悟 你觉不觉悟 觉悟就放下 有什么好真的 真也是空 只是一个觉悟 节制的不同 罢了 所以觉悟的人所过的日子 叫做天下太平的日子 天下太平 也就是含义所说的 文道有先后 清文这个大道是有前后的 树叶有专攻 文道有先后 只是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业 我们今天学佛 懂佛法 可是一生病 我们就要看医生 医生懂中药 我们没办法 所以人是互相延期互相辅度的 生活在这个世间 看你专业哪一方面 师父就专门在佛法 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佛法 来互相勉励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各位翻开 四十五页 第四 佛教不承认 有顽励 不可教化的人 意思是说 在顽励的人 只要有这个因缘 有这个机会 在因缘之间 他也能够转世成智 转繁成圣 只要有因缘 所以就是要等 要等因缘 也许他现在为非作歹 但是有一天呢 他通过了教化 发现说 哇 因果昭然 发现说 我也是未来的佛 一念转过来 他就有这个因缘 所以对于现在不幸福的 你的亲戚朋友 对你不要太急 急也没有用 他那个缘分不到啊 就是用吊车来吊 拖车来拉 都进不来 他要是音缘一到 不小心 来这里上了一堂课 他就恍然大悟 哇 原来我们追求的东西 都是虚妄的东西 所以啊 慢慢一步一步来 给众生因缘 也给众生机会 所以对于暂时目前 没办法教化的顽劣分子 我们就是等因缘 急不得 急也没有用 底下啊 依照其他宗教的说法 他们的教主 或者是万能的神 在百般微迫 利诱之后 或者是苦口 不心 尊尊教诲之余 如果仍然 不知 凡然 悔悟 不脱靠到神的旗帜下 忏悔 承认自己是个 凝突的罪人 和可怜的羔羊的话 那么一阵最后审判到来 哦 这个太多了 一粒打入十八层地狱 所以你看这个电线杆啊 你要 要开车啊 我们到南头啊 那个电线杆啊 它都有这样 哎 审判的日子到来了 都是这样子的 耶稣基督教在传教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也是 各个人的各人的因缘 他传教的方式不同 有的人接受 哎 有的人不能接受 哎 那有一次的那个牧师啊 到这个监狱啊 去弘法 这个牧师呢 他第一句话就讲 因为请我去弘法 然后也请他去弘法 去监狱演讲 这个牧师呢 他第一句话就讲说 你们通通有罪 底下的人他就是 擦擦凉 没有罪 坐在这里干什么 哎 那就是这样子啊 那我去演讲啊 我就不是这样讲了 啊 我说你们来这里 不是你们故意的 你们有你们的苦衷 问题出在哪里 你们不知道 出在没有智慧 那一面冲动力太强 外界的引诱力太大 控制不了自己 谁愿意来入狱呢 谁就不愿意入狱 可是呢 他就偏偏会往这个路走不行 为什么 没办法控制 业力 习气 无名 搅在一起 他就好像有固定的形式 在走路 某一种形式 在过完他的一生一世 没办法抗拒 所以基督教跟佛教的讲法 差距很大 啊 那么一旦最后审判到来 就一定打入十八成帝 永不操生 四十六页 古人说 浪子 回头 金不换啊 只要你肯回头 你就有机会 佛教讲 差毁了 啊 转世成智啊 转环成圣啊 都在一念之间 世上为了父母的 永远敞开着大门 盼望着浪子能够回头 尽管他们的侦女是个罪恶满盈的强盈 从来就没有父母希望或者是忍心忍心了 自己的孩子永远在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受口的 这个佛菩萨啊 这个佛菩萨啊 祂说你下地还要救你 三藏十二部经典 你绝对不可能看到佛动一个念头 体擅恨心的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你看这个Vible 这个圣经 打开 哦 这个可以呼风唤雨 可以点石成金 可以降这个水灾 降这个瘟运 耶稣基督这次你看那个很多人得到麻风病啊 啊 我们现在来讲 应该是一种瘟疫啊 传染病啊 啊 所以啊 这个圣经跟佛经所记载的 圣经的上帝 跟佛经所记载的佛 哦 那个天朗之别 三藏十二部经典 没有看过说佛 生过一次的去 动过一个念头 他就是大悲心 就是一直想救你 只有一只想救你而已 他从来没有动过任何一个贪真痴的念头 更不用说降灾啊 啊 怎么样子啊 没有的 佛更认为啊 人性 是善良的 佛教承认人性是善良的 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 所以这是礼上来说 方便说 意思就是 放下屠刀这个是指去恶 只要你能够离开这个恶的因缘 就有机会成佛 是这个意思 那不能说 哎呀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那你到菜市场那个卖猪肉的 啊 再切这个猪肉 走走走走走 哎 你放下屠刀吗 你就马上扯佛 那杀猪的就更快了 就放下屠刀 放下屠刀还是一样哦 还是烦恼还是一堆咯 这个是鼓励的话 佛经有很多鼓励的话 哎 你只能看 还不能这样去做 你说哦 这个普贤婚言评里面说 吸骨为鼻啊 赤血为墨 以谁为谁 哦那这个 你是按照这样做 是不是 好 赤血 哎 那 吸骨为鼻 那这个是鼻语重法的意思 就是 你要尊重这个法 这个法是 诸佛菩萨祖师大师 用生命换来的 你一定要重法 那现在 印刷数那么发达 你把你的骨头 削一削 当作笔 那你的血拿出来 写一写 当作墨水 那给谁看啊 我们的血有欣慰啊 佛经它是一种鼓励 你某些东西 你不能按照这样做 所以现在的人也有人赤血 来血经 也有 那 这个就很难说了 这个勇气可加 但是我不鼓励这样子 你现在的印刷数排版 一排 你要印几万车都有办法 所以表示你要护法的心切 所以这个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啊 从我们大学的时候啊 这些外道的或者这些初学佛法的 看到这句都很纳闷 为什么会放下屠刀 就立地可以成佛 我说这是鼓励众生 给他一个机会因缘的意思 底下说佛更认为 真正的犯人不是罪恶 而是无知 哎呀 讲得实在太好了 无知就是无名 搞不清楚人生宇宙的真相 搞不清楚 一切罪恶都是由于无知 佛教叫做无名 所衍生出来的 无名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光明 因此呢 苦口婆心的 日夜不停的开导 启发众生 就变成佛的责任了 啊 佛关怀众生 如母义子 世界上没有一个比佛更慈悲的 啊 他牺牲生命 他就是要救你 要度你 不但不忍心呢 众生 深受地义之苦 而且呢 广发地义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了方正菩提的大寺愿 你看看这种愿多不可思议 地义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了方正菩提 这是地藏王菩萨所发的大愿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圣菩提就是达到佛的境地 啊 那么觉悟 觉悟什么呢 觉悟人生是假象 整个宇宙 整个法界都是缘起 所以世尊教我们如是观察 当你狠直做一件事情 你要彻底地摧毁这个假象 啊 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象 吃假的东西 谁人用 谁人住 谁人吃 你心要彻底地解脱 啊 对 比如说 啊 这个是 一章 钞票 这是一张钞票 众生呢 因为 十一住行 生活的每一个动点上 都需要用到金钱 所以从小 我们就会灌赏一个 全正的时候很好用 生病的时候要开刀 没有钱不行 买菜没有钱不行 买房子没有钱不行 我们已经把这个钱 变成一个强烈的观念 认为钱是万能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生存者必须 他又是花花绿绿的 很引诱人 为了这个钱 多少人死亡 多少人 啊 这个 造业 杀人放火 统统是为了这个钱 世尊教你如是要观察 这个钱 这张纸是怎么来的 好 你要观察 啊 这个钱就是一张纸 纸怎么来的呢 哦 从树木来的 加上一些化学成分啊 经过了空气啊 变成一个纸 这张纸呢 印有这个啊 价值连成的这个图样 做成了这张钞票 而这张钞票呢 其实本身不存在 我们把不存在的东西 圆皮的东西 画作一股强烈的观念 画作一股强烈的观念 这个观念 使我们从出生 一直到死亡 一直为了这个钱 四肢不放 因为它的确是很好用 啊 圣人就不一样了 这张纸 一千块 那顺着一看 它是空的 它只是个元气的东西 不是实在的 好 这一千块 摆在这里 一般人不会动摇 这一百万摆在这里 一般不会动摇 那一千万呢 那一亿呢 佛法是心法 所以每个人的起心动念 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 在座诸位 摸摸良心 今天开讲 有几亿啊 好几亿啊 回答这个问题 今天晚上 让重低特奖 那就是记忆通通你的啦 假设说啦 诸位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买房子啦 去车啦 全世界来玩一玩啦 是不是 这个就世间人了 我重了好几亿 我也很快乐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说 哦 众生有救了 可以救无量无边的众生 可以印好多的佛书 可以刻很多的VCD 可以救无量无边的众生 失误散出来 第一个念头就是救众生 所以在座诸位 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分道扬镳 你知道吗 我们路线完全不同 我现在每一个奇心动念 它都是往整个佛教 救助众生的念头 在安住 我没有我个人的 啊 私人的欲望 或者私人的想要占有它 拥有它 因为这个是假象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奇心动念 决定我们的未来 接近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奇心动念 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造作 就会影响我们将来的投胎 叫做夜感延期 夜力会感应种种的延期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 虽然坐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的灵命中 个人分道扬镳 谁都救不了谁 看你的发现 看你的发现 佛法是心法的东西 所以说 释迦牟尼佛 有钱 一块钱 一亿 一百亿 对佛来讲 心境完全平平的东西 万法不可得 赤尊身上没有带一块钱的 赤尊不拿金钱的 佛陀当时在世 出家人不准拿钱的 就是不捉持身像精灵保物等 不准拿钱的 我们现在出家 你不拿钱 我要坐计程车 嗨 下去 好 来来 下车 我没有钱 胡上坐霸王车 不给钱 现在生活没办法了 那不是就随便用吗 身上就带一点点吗 是不是啊 时空不同 所以注意这个觉悟跟不觉悟差很多 有清清文法的日子 跟没有清清文法的日子 是人生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底下啊 佛陀就是觉悟的意思 正佛陀就是达到佛的境地 这是何等的慈心 何等的悲愿 这才是真不爱 这才是真灵灵牙 第五 佛不是独一无二的 人能皆可以成佛 那不是说基督徒 回教徒 或者天主教徒 他说我将来要做上帝 我没有一个敢叫 没有一个教徒敢这样讲的 不要跟上帝开玩笑啊 只有佛弟子敢讲 我将来要成佛 只有佛弟子敢这样讲 我将来要成佛 我要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因为他是老师 我是学生 就是这样 学生好好的用功 将来也可以成为老师 所以在座诸位都有希望成佛 恭喜大家这个姻缘 在前面地生典里已经提到 我佛跟众生只是在于觉悟的时间的早晚 先后不同 韩语说 闻道有先后啊 树叶有专攻 那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这个树叶 比如说我是专攻佛法 对不对 但对其他的人 我就比较没有办法 前几天啊 我的母亲的生病 送到民生医院去 那个杨主任很慈悲 他就说 啊 你是佛利法师啊 哦 久仰久仰 有应援我请你到民生医院的演讲 我说哦哦哦 等一下跟你妈母亲哦 照这个心见 这个心让的 啊 啊 这个扫描 哎 老师 你可以来旁边啊 来看啊 啊 来看你母亲的心脏 啊 那个扫描我怎么看得懂 哈哈哈 对不对 好 我跟你讲 你叫我看我也看不懂啊 我又不是学这一科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呢 对每一种职业 都给予尊重 给予赞叹 只要对人类 有贡献的 不管是科学 哲学 艺术 音乐 乃至任何的文化 对人类有帮助的 我们都赞叹 就是啊 啊 这个世间我告诉你 任何一样东西 你没有搞个十年八年 都没有办法 啊 画画就好 水彩画 树苗画 啊 油画 国画 水彩画 乱画 很多 啊 那个说 哎 师父那个皮卡索 那幅画 你可以去买回来 挂在你客厅 这个我看得懂 这个皮卡索那一 那一张要多少亿啊 啊 我买那一张 回来挂在我客厅 啊连我自己都看不懂 他在画什么 是抽象吗 还是什么 完全看不懂 送铁我都不知道要挂在哪里 我一个画画就好 好 你写音乐 啊 写品音乐 你没有写二十年有办法吗 哦 像盘那个大黄蜂那个 哦 那个钢琴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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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着武道 你要学多久 没办法啦 我还是建立一个文書讲堂 然后 嗯 给你们来 点个灯 我不需要这么辛苦 你们来护法 是不是啊 哎 底下 讲个笑话 我听正义姐姐讲的 哈 但是有个人啊 信徒啊 来要点灯啊 所以你们这个灯多少 哦 是什么 呃 太岁灯 安这个太岁灯 哦 这个900 那这个呢 像我们讲堂啊 这个哦 平安灯 这多少 1800 所以他问他说 你们这里还有一个 有没有比较贵的灯 他说有有 台湾啊 闯红灯最贵 3000 哎 哎 闯红灯的这鬼 啊 因为我了解自己 啊 我了解自己 所以 我很平淡的过日子 所以我今生今世就是 善良单纯又可爱 我从研究院毕业以后 没有出过社会 一天 我就 啊 替主出家 就这样替主出家 我上面 也没有老板 也没有人管过我 啊 我不可能让你管 对 你管我 所以我从小到大 通通没出过社会 没有 哎 因此呢 也因为这样善良单纯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 给人家骗了很多钱 这个社会可有教育的实在是 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发现啊 世间不是像我想的这样 你扯逼对着人家 你来呵护照顾人家 众生人家就会感恩 或者是说 他们会受我们佛教的兴许感化 没有 那个恶劣的众生啊 还是非常非常的恶劣 哎 所以我被众生啊 教化到 开始有防人之心 变化念经一经 我现在得了一种症 叫做 借情恐惧症后情 对了这种这种症 打准我啊 是不是又要向我周转 哎 这个是不是又要向我借钱 为什么被骗到怕了 那个讲的都很好听 所以我现在来变成这样 啊 慈悲解脱是自我 但是众生啊 从表面上看啊 还是不准的 就像 人家 来人师父顶礼 人师父 哦 好 旁边的那个人就说 慧法师 这个人正是很好 正性的佛弟子 曲夫你认为呢 嗯 我认为 不跟我借钱就是正性的佛弟子 嗯 不跟我借钱 我的印象是真的不错 嗯 又反过来向你借钱呢 哦 哦 民道 善哉 善哉 千万要保护自己 永远不要伤害众生 哦 民道 借钱 no 被骗怕了 骗到怕了 啊 啊 想到这个文道有先后呢 树叶有专攻 所以我们要尊重专业 正可以拿来做辅助说明 佛只是对一个觉悟者的通称而已 啊 佛 就是佛达亚 就像我们把能够传到授业解惑的人 传到授业 传授你的道业 及你的迷惑的 就做教师一样 教师不止一位 人人可以做教师 处处可以有教师 同样的道理 我不是单止释迦牟的一个人 人人都可以成佛 处处可以有佛 不止这个世界有佛 宇宙中无数个星球上 都可以有佛 当然也有众生 这一点也是佛教与别的宗教 根本不同的地方 其他的宗教 只能承认他们是独一无恶的神 而攻阶 攻阶就是攻击了 否定他叫的神为假神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拜这西方三圣 那个基督徒 跟他的母亲进来 他的母亲进到这个地方 他的儿子就一定站在外面 我说 外面那个老菩萨外面那个是谁 那是我儿子 我说他怎么不进来呢 他说是基督教的 说我们这个通通是母 我们文书讲的这前面三尊是母 站立的是站母 做的叫做做母 那个外道已经把我们的教育教理搁在一边 把他们的教徒彻底的洗脑 连基督佛教的一年都不要给他 一点点都不要 你佛珠放在那个地方他也不难 他说这个是魔术 因此啊 要坐在这里经经文法有多不容易啊 以下说 同时在神教的教育下 人类无论如何的努力奋斗 永远不能跟神并驾齐齐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能同处于平等的境地 永远是主谱的关系 啊 神是主人 我们是仆人 基督徒是仆人 啊 前提间 叫中文王保禄二世不是往生了吗 啊 就是蒙族恩宠 啊 宠召 你知道 现在又选一个出来 啊 又选一个出来 叫做本堵十六 哎 本堵十六 以前就是若望保禄二世 现在就是本堵十六 堵就是堵性的堵 一个竹 再一个一匹马两匹马那个马 叫做本堵十六 不是不是本土 不是本土的杂大 啊 是本堵十六 啊 已经显出来了 因为神是造物者 而人只不过是神所造的物之一而已啊 哎 人只不过是神所造的物之一而已 第六 佛教不承认有创造万物的神 哎 神如果创造天地万物 那么神是谁创造的呢 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 还是没有解决啊 所以依照某些宗教的说法 宇宙万物是由万能的神所创造的 其实稍微有点思想的人 马上就可以会议神 也是人类思想的产物 人类凭着自己的观念和形象造神 这是基督教讲的 而人类创造了神 目的之一是在解释宇宙人生的起源 注意哦 人类创造了神 不是神创造人类哦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宇宙人生的起源 从哪开始 到底从何来 佛家讲 称他 就是第一因啊 第一因 但是神本身从哪里来呢 外教徒不但不肯去追究 而且呢 十分肯定地说 神是万能的 祂是自然存在的 所以如果神是万能的 祂能不能创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 能够创造出来 自己搬不动不是万能 创造不出来也不叫做万能 是不是啊 祂是自然存在的 诸位 上帝可以自然存在 人为什么要需要祂创造 祂可以自然的存在 我们也可以自然的冒出来啊 不必有因果的关系嘛 可是不是这样子 万法都有因果的连锁 我是随身的 父母亲生的吗 加上自己的业力吗 自己的业严吗 是不是啊 有前因后果的嘛 我为什么要敬奖祂 让人去弘法立身 有因祂就有这个果 是不是啊 啊 你今天造恶因 像当行灵这样 哇 今天要发布 悬赏一千万 啊 他是授人勒索啦 是不是啊 要公布要悬赏一千万 就是要大家抓他 因为他授人勒索 是不是啊 所以啊 佛教讲的前因跟后果 当然佛教讲的还有更深一层的 非因非果 那不是我们今天 抽携佛法的人所能体会的 啊 这个要讲讲到不声不用的清净自信啊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佛教的精神与特色 我们的定位在出击的 在知识圣旨 底下 亲爱的同学呀 如果神能够自己存在 善句话说 他不用被别人创造 就可以自己存在 那么神创造宇宙人生的观念 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同样的道理 宇宙人生 也可以自然存在的 对不对 啊 神创造宇宙人生 这观念跟意义是什么 因为他可以自己存在 那么人需要他创造吗 因为自己存在嘛 你看那个挂福自己存在嘛 对不对 你不能追问 不能串讨 什么是神 神就是神嘛 神就是存在叫做神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这里我们列下一个数学式字 来说明这个问题 虽然不十分恰当 但是多少可以帮助同学了解 但是多少可以帮助同学了解 假设宇宙人生的起源就是X 你要找求X等于多少 求X就是找答案 X从哪里来 假设宇宙人生的最开始叫做X 外教徒的解答是这样的 外教徒的解答是这样的 他们不必引用定理或者是已知的假设 直接就写下了解答案 直接就写下了解答案 宇宙人生的起源就是X X是什么 X就是神 宇宙人生的起源是什么 他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呀 一贯道讲的 宇宙人生的起源是什么 就是老母娘 老母 所创造的呀 宇宙人生的起源是什么 就是阿拉啊 要不然就讲天地呀 中国人讲帝皇大帝咯 婆罗门 婆罗门讲大帆天啊 这个世界就是大帆天啊 所创造出来的呀 那个神是从哪来的呢 请看下列的式子 S S就是宇宙人生的起源 等于神 神等于Y Y就是什么 Y就是自己存在的 Y 神是什么 神就是自己存在的 神等于Y 神是什么 就是无中生有的 他自己冒出来的 神是什么 就无因之果 没有因就跑出一个果 神是什么 不合逻辑呀 到底讲不通 稍有数学观念的人都知道 Y也是一个未知数啊 换句话说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照样没有得到解答 一位一贯道的朋友告诉我 天地万物都是老母生的 林老师就问了 何以见得 嗯 就像你咯 哎 那个一贯道就回答 就像你咯 没有母亲怎么会有你的存在 她说的咄咄逼人呢 林老师又问了 那到底这样说 照你的说法 那么老母一定是老阿嬷所生的咯 谁是老阿嬷呢 她是一脸迷惑的 谁是老阿嬷呢 是啊 就是老母的妈妈吗 哎 老母的妈妈生老母吗 老母生我们天地万物吗 那林老师啊宣布了答案啊 阿妾面带的唯运 运就是不悦 因为他闹口呀 跟他漏气呀 愣在一旁 佛教根本佛定 神创造这个万物的假设 根本就不承认宇宙有第一个开始 所谓一件事情 的开始 只是 全一件事情的结束而已 在一年车的因果关系中 一件事物的消逝 就是 就构成另一件事物生起的条件 当成吉博士在他所写的 什么是佛法 这一书当中啊 对这个问题 曾经做过如下的解说 他说开始 他这个是一个观念 是因人类有限的心力所产生的 所以这个啊 注意 人类有限的心力 所产生的 有限就是能力有限 智慧有限 不能透视整个人生跟宇宙的究竟毕竟空向 所以不能寒阔万千的因果关系 什么叫万千个因果 师父的身体要健康啊 你们有心要听啊 你们有心的听 你们从每一个家庭啊 你们的家庭还允许你来听啊 个人有个人的健康因应 个人有个人的家庭因素 你看 我们这里在座把它散开来 让你们家无数的因果 好 再继续跟他分析 你的色分的新陈代谢 做成一个色分 又有无量无边的化学元素的因果关系 所以这个叫做万千的因果关系 每一种事情看 看是简单 类似的是看是简单 彻底分析起来 可是真复杂 真复杂 一路说我们去看第三场的乱世佳人的电影 从七点开始演 到十点就结束 但是我们再仔细的想一想 第三场电影的开始 其实就是第二场的结束 而第三场的结束 不就是第四场的开始吗 这个结束又是另外一个开始 这个开始又是另外一个结束 这个观念很重要 啊 换句话说 我们一出生就是走向死亡 我们一死亡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世尊生跟死 等同重大的意义 我们生跟死是迷惑颠倒 世尊生死有重大的意义 它要来启示我们的结性 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 我们生跟死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吃饭 穿衣 大小便 结婚 身而易拟 干一番大事业 然后双手 一放 棺材一准备走了 以下说 所以说 开始这个观念 这个概念 只是对某一个特定事物而言 才有意义 对整个错综复杂 对整个错综复杂 延伸湮灭 因果相续的宇宙而言 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时间是流动不许的 谁能从中找到停止不动 所谓现在的这一点呢 然后说这一点就是开始呢 诸位 再补强一下 时间是流动不许的 诸位这是方便说 时间是流动不许的 是 真正的意义是 时间是 刹那意义 是流动执着的执着性 所产生的观念 这是人体经讲的 时间从哪里来 从刹那的维持意识 强烈的执着 产生时间的观念 这个才是佛的本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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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